我是叶宇俊 这篇教学要和大家介绍一个传统五声音阶的进阶应用观念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inside的五声音阶 并让它听起来像是outside C调的自然音阶有七个音 分别是C,D,E,F,G,A,B 而绝大多数的弹奏者在即兴或是独奏的演奏中 通常都会使用到大量的五声音阶 在这边我要介绍我对于五声音阶的一个想法 我把C调自然音阶分成三个小组 分别是1级C大调五声音阶C,D,E,G,A 4级F大调五声音阶F,G,A,C,D 以及5级G大调五声音阶G,A,B,D,E 现在我把它换个更整齐的顺序再重新排列一次 可以发现到原本三个不同调性的五声音阶在把顺序调换后 和C调的自然音阶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道理其实和调式音阶有着一样的理论支持着 当我们在使用三个不同调性的五声音阶想法弹奏时 同时却制造出了一个有别与一个调的自然音阶声响 这样的音阶听起来就更outside了 现在我为大家做一个示范练习 并提供一个我的乐句给大家参考 和弦的进行是Ckey的二五级行径 分别是D-7以及G7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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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